那另外第二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 台湾少子化之后啊 其实我们对小孩子的这个态度 或者小孩子求职的态度 其实家里父母大概都有一些照顾 然后意识无缺 然后也没那么强的动机 一定要赶快去进入职场 所以有的就会延避啊 那有的就可能我先毕业之后 我先去周游列国一趟回来之后再说 或者有人要出国去留学等等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整个就业的状况 所以那个也都在长期失业的族群里面吗 那个统计对也都曝光 都曝光所以我们这边有年轻朋友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你还在就学吗 对你对这个年轻长期失业 然后你会不会担心你未来的工作 是真的是很难找 其实现在就大概知道很难找 所以我可是我不会担心 因为我觉得现在短期的派遣的大工 他是算是有些薪水还蛮高的 所以你是长期在做这种派遣打工 对我做蛮久了 做蛮久了你已经做多久 两年吧 两年你现在大几 大四 大四 那你即将毕业你还是希望继续用派遣吗 目前毕业不知道会不会顺利毕业 打工打得太凶了 对有点 OK 那还是会如果还没有找到正式的正职的职缺的话 我会希望过渡期我会希望用派遣的打工来 就是救济这样 OK 好 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 你是已经毕业了吗 对不对 是 对 那你现在是派遣还是 我之前是那个国美馆的派遣员工 哦 是是是 那那个我觉得跟他的状况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学生 那我觉得他的心态应该也是属打工的心态 因为毕竟他的正职是学生 那像我们已经毕业好几年的 好想要 真的是想要找一个正职的工作 不是比较像学生的心态说 我是打工 而且我刚刚也听到 其实他也认为说 我还是要想找正职 只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啊 我可以用派遣的打工的模式去做 可是呢 事实上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都一样 都会想要一个正职的工作 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派遣的工作例子 那国美馆派遣的例子是这样 我们三个 我们是三个月一千 可是呢 我们三个月一千这样子已经持续了五年之久 也就是说 一直是派遣 可是三个月一千 那也就是国美馆的 你们看到 就是如果你们有参观过那个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话 进去里面的展场人员 所有的展场人员穿制服的 或者服务台人员 甚至现在办公室的人员 全部都是派遣 对 里面有大概将近有四十几位的派遣员工 那美术馆全部的人的原额编制是一百多人 所以他的派遣比例是三分之左右 你现在几岁可不可以问一下吗 我三十岁 也是属于是年轻朋友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长期都是属于派遣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没有安全感 当然因为像我最近才去跟同事聊天 那他们现在还有一个状况是他甚至是一个展期签一次的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党的那个美术馆的展期 我这个展期结束我可能我就是没有工作 所以他还在他也很担心说 其实我们那里面其实都是女性员工 那女性员工里面很多是妈妈 就是他们要 现在刚刚讲到那个女性就业的问题 其实妈妈现在负担很多很重的那个家计的部分 其实很大的比例是妈妈 就是那些妈妈族群们 他需要去负担这些家计 所以经济的压力对他们来讲很重 可以了解 其实因为三八妇女节到了 我们也在看两性的一个劳参率 到底哪一个是比较高 我们看起来过去在197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男性的劳参率很高 78%然后女性才39.2% 到最近慢慢的接近 我们看到女性是49.6% 还不到五成 可是男性朋友却掉下来66.4% 所以在这个一个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靠近三八妇女节 台湾的妇女劳动朋友们 劳参率好像越来越高 可是男性却掉下来 这个显示了什么 其实台湾的妇女劳参率 从以前到现在 我想提高了蛮多的 现在已经到49.6% 已经将近要到50%了 比那个日本的48.5% 还有韩国的49.2% 不过比欧美都低啦 对在亚洲我们算高的啦 那当然比欧美的国家 我们其实算低的 那我们女性的部分一直在升高 那男性的部分反而会是降低的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其实女性开始进入职场变多 男性进入职场变少 也就是反映一个现实 是以前大部分我们认为 男生大概就是一家之主 只有男生受教育 他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他有经济上面压力 他非得出去工作不可 可是现在世卫可能不太一样 女性开始了 他也会受比较高的教育 他有办法能够出去工作 那么负担家计 女性也开始也参加了 那么另外更重要是时代的转变 以前那种工业的时代 可能要靠体力 可是现在的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之后 你开始服务业兴盛 那服务业其实对女性来讲 是一个比较容易能够进入的 一个行业里面 所以就会形成刚刚您提到的 那种劳参率 其实有蛮大的改变 可是你有没有心中一个数目 就因为你毕竟是女性首长 然后也来自妇女团体 社会运动的时候 你做了非常多的女性朋友的一个劳动运动 所以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数目字 因为我们看到各国 像最高的这个加拿大 他们女性的劳参率达到62.7 那你看意大利最低是38 那可是日本比我们低 可是韩国比我们高 他们到五成 那你自己心中有没有一个数目字 你的目标是多少 平常先讲 我97年5月20号就任之后 我就已经准备那个破五十的庆祝典礼 就已经在筹备了 结果就碰到一个金融海啸 然后结果这个就延荡了下来 那当然对我来讲 我觉得破五十对台湾来讲 其实是一个有一个意义 有一个含义存在 那比较期待的是台湾女性老参率 跟男性老参率 其实应该差不多的数字 维持到差不多的数字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不过我也想请教 这个女性老参率升高的时候 会不会挤压男性的老参率 我们总希望把柄做大 大家都可以有工作来做 那这是我们的期待 那当然对男性朋友来讲 他会觉得女性侵占了 他原来既有的地盘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某种程度性别上面的一个 一个bias 所以我会觉得 比较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在金融业 我们问一下韩世贤 因为我知道你也看到 女性在金融业 就是在这种银行界 其实是六成的老参率 比男性高 所以你会不会有那种威胁感 你们在老公朋友里面 其实在这个行业 它长期以来确实是女性的员工数 是大于男性 那不过如果我们从他的职界来看的话 反过来是男性主管是居多 就是说你随便一家 如果分行数到100的那种银行来讲的话 大概女性主管能够出类拔萃的 大概都是10%左右而已 那当然就是说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女性劳工 她这个劳参率的提升 当然这是一个好事 不过我们倒是要注意到是说 她进入这个职场 她的工作品质跟她的工作的尊严 有没有获得同等的一个重视 所谓的工作品质就是说 她进来的这个薪水 是不是还是 同工同投 这个同工不同投问题 是不是还是很严重 那工作尊严就是说 我进来以后 我会不会在职场碰到性骚扰 还有碰到一些上市队主管那种 明明有同样的这个升迁的机会 那我明明就是比这个 这个这个男性的同事好 可是我还是被刷下了 就是说其实这些问题 在职场上面 它其实是一直存在 存在的问题 对我们要去解决 其实三八妇女节前夕 我们来看看 回顾一下女性的劳动权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效应 也就是说女性到一个地位的时候 她可能就不能再被升迁 然后她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儿继续谈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继续谈 我一直在六年七年 在压力社医院工作 但实际上 日常工作变得改变 然后翌日的工作变得改变 这样的中心 这种原因是 好 关键